大家好,我是新道任的系主任 大家可以叫我做潘老师 我和留在这里教书当年的老师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希望为学生建立一个理想的教学空间 我们的理想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 首先我们希望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 我们是想去帮学生探索一套 认识香港、中国和世界的方法 说到方法,我们是多姿多彩的 我们包括有扎实的理论训练 表演艺术、数码和媒体文化 还有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社会条件 我们希望学生可以贴近生活 走入社区 最后可以令到我们的文化研究系 成为学生连接社会的拳连 重新去摸索香港社会的未来 我都明白其实今时今日在香港社会 就是说理想其实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但是我始终都有一个愿望 就希望入到来的学生 和留在这里教书的老师 没有移民的同事 我们的理想就是去建立一个共同体 和去摸索一个理想的可能性 我是Florence 喜欢万无目的地山步 看古迹 对文化、独特的地方历史 都很有兴趣 我小时是在坚岛成长的 喜欢一个人周围走 走去政府山 走去大会堂图书馆 天星皇后 记得和妈妈去加咸街街市买菜 去石板家的排档 各种文化互相依存 中环从来都不止一个交值 我在一间跨国银行的厄约做事 主要是妥善保存和管理历史档案 令他们成为有效的社会资源 当中有不少的藏品 和香港的发展息息相关 学校学过的东西 给到我在很多人文学科 例如文学、电影、哲学 在身份文化建构上的基本知识 在我的专业发展上都可以应用得上 文化研究令我对不同的群体 给人同事有一种敏感度 对于沟通和了解不同的需要 都很有用 这样而已 拍照吧 不过你之前的记者访问 你都习惯了 我是陈浩伦 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 我喜欢用影像介入世界 走访基层小众 我曾拍过几套得奖的作品 包括Sekill 新界的有机农夫 住在南大渔水口的婆婆 和外勇姐姐 文化研究关心社会变革 令我明白看历史的时候 不是只看伟人 还有很多被遗忘的声音 我想从主旋律以外 提出一些新的视觉 因为历史不仅是一小撮人的历史 一小撮人的话语 近年我多了很多机会 向国际分享我的作品 和教学经验 读这一科给了很多勇气 我继续开拓世界 香港现在有很多挑战 希望我自己都能够保持 对世界的好奇 继续游走不同的地方 将被遗忘的声音拍成电影